昨天习近平主席已经抵达莫斯科开始对俄罗斯的国事访问 发言人能否介绍有关情况 当地时间3月20日下午 习近平主席称专机抵达莫斯科 开始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 俄罗斯副总理切尔内申科等政府高级官员 在贤堤旁热情迎接 俄方在机场举行了隆重的迎兵仪式 习近平主席发表书面讲话强调 中俄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 双方坚持在不结盟 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基础上 巩固和发展双面关系 树立了新型大国关系典范 中俄关系发展成果给两个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为世界发展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20日下午 习近平主席应约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 两个元首就中俄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 进行了深入坦诚的交流 习近平主席强调 无论是我在中共二十大上连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还是前不久再次当选中国国家主席 你都第一时间给我发来贺电 我申表感谢 俄罗斯明年将举行总统选举 在你坚强领导下 俄罗斯发展振兴取得长足进展 我坚信 俄罗斯人民一定会继续给予你坚定支持 习近平主席强调 中俄关系发展到今天 有其深刻的历史逻辑 作为最大邻国和全面战略协作好办 中俄关系在各自外交全局和对外政策中 都占据优先地位 中国历来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把中俄关系巩固好 发展好 是中方基于自身根本利益 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抉择 中方同俄方加强战略协作的大方向坚定不移 中俄都致力于实现国家发展振兴 都支持世界多极化 都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 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 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协调配合 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 做世界和平稳定的中流砥柱 普京总统表示 过去十年来 中国各方面发展都取得令人瞩目的伟大成就 这归功于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 也证明了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优越 我坚信 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 中国必将继续发展繁荣 顺利实现各项既定宏伟目标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近年来 俄中关系在各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 俄方愿同中方继续深化双边务实合作 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沟通写作 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 双方还就乌克兰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习近平主席强调在乌克兰问题上 和平理性的声音在不断积聚 大多数国家都支持缓和紧张局势 主张劝和促谈 反对火上交友 历史上看 冲突最后都需要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 不久前中方专门发表了立场文件 呼吁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反对冷战思维 反对单边制裁 我们认为越是困难重重 越要为和平留下空间 越是矛盾尖锐 越不能放弃对话努力 中方愿继续为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 发挥建设性作用 普京总统表示 俄方赞赏中方在重大国际问题上 一贯秉持公正客观平衡立场 主持公平正义 俄方认真研究了中方 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立场文件 对和谈持开放态度 欢迎中方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两个元首今天将再次举行会谈 规划未来一个时期 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发展新蓝图 据报道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 相关的部分设备 已于当地时间17日启用 设备用于搅拌核污染水 并测定除川以外的放射性物质浓度 日本福岛县当地媒体 透露了更多细节 称该设备将用6天时间进行搅拌 并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来进行浓度测定 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近日中国外交部相关负责人 已就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 全面阐述了中方立场 日本政府无视国际社会的正当关切 违背应当履行的国际义务 强推辅导核污染水排海 危害海洋环境和公众健康 侵害周边国家合法权益 绝非负责任国家所为 日方声称 经过多核素处理系统进化的核污染水 是安全无害的 然而事实是 日本核污染水当中 含有60多种放射性核素 很多核素尚没有有效的处理技术 部分长寿命核素可能随洋流扩散 并形成生物负极效应 将额外增加环境中的放射性核素总量 给海洋环境和人类健康 造成不可预测的危害 多核素处理系统技术的 成熟度和有效性 并没有经过第三方评价或认证 处理数量如此巨大 成分如此复杂的核污染水 没有先例 其长期有效性存在很大的疑问 日方今年三月发布的数据显示 经过多核素处理系统处理后的核污染水中 人有近70%不达标 而日方相关数据来自于 惯于篡改瞒报数据的东京电力公司 被日方称为处理水的核污染水安全之说 如何能够令国际社会幸福 太平洋岛国论坛专家也认为 迄今为止 有关排放数据确证的独立性 及可验证性并不令人满意 日本国内民调显示 有43%的民众反对排海 九成以上认为排海将引发负面影响 除中国、韩国、俄罗斯、朝鲜、太平洋岛国之外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 对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表达了关切 国际原子能机构技术工作组 尚未完成对日本排海方案的评估 更未得出最终结论 反而指出日方排海方案 同机构安全标准有诸多不符之处 尽管如此日方仍一意孤行 加速推进排海 公开宣称将于今年春夏季排海且不会推迟 日方这种行径没有体现出解决各方关切的诚意 也没有体现出对相关国际机构权威的尊重 日本领导人昨天在印度大谈所谓的海洋法制 但日本继续强推核污染水排海 恰恰说明日方的作为是说一套做一套 我们更出日方从客观和科学角度出发 以安全且符合国际义务 国际安全标准和国际良好实践的方式 处理核污染水 包括充分研究论证排海以外的其他处置方案 在所有利益有关方和相关国际机构 能够确认排海方案安全之前 日方不应启动核污染水排海 如果日方一意孤行 国际社会有权要求 日方为其向全人类转嫁核污染风险的行径 承担责任 20日美国总统拜登 已将2023年新冠病毒起源法案签署惩罚 该法案称新冠疫情可能起源于中国 要求美国情报总监解密 涉武汉病毒研究所与新冠起源潜在关联的情报 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美国有关法案说话内容 严重歪曲事实 炮制虚假信息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炒作实验室泄露论 对中国进行抹黑攻击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中方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 我们始终支持和参与全球科学溯源 同时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治操弄 当前全球溯源科学研究受阻的真正原因 是美国的政治化操弄 美国基金在溯源问题上 没有采取任何负责任的举措 从来没有邀请世卫组织派专家组 到美国开展溯源合作 从来没有提供任何早期数据 对国际社会关于美国 伯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 北卡罗来纳大学生物实验室 和世界各地军事生物基地的关切 视而不见 充耳不闻 相反 美国却对世卫组织溯源工作 指手画脚 说三道四 对秉持良知的科学家进行政治打压 对别国编造完全不合科学逻辑的谎言 进行估计抹黑 将溯源问题政治化 只会阻碍全球溯源科学合作 分裂全球团结抗疫努力 破坏全球卫生治理机制 必将遭到国际社会普遍反对 我们再次敦促美方 立即停止政治操弄溯源问题 立即停止将溯源问题 政治化 工具化 武器化 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合理关切 主动和世卫组组织分享本国早期疑似病例数据 公开伯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 北卡罗兰娜大学生物实验室 和在世界各地设立的生物实验室情况 给世界人民一个交代 20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称 中方不但没有谴责俄方 反尔维基提供了外交演出 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个评论 中国既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 又不是危机的当事方 也没有向冲突的任何一方提供武器 美方没有资格对中方指手画脚 更无权向中方甩国推责 美方声称要防止战争 但欧洲乃至全球爆发的冲突战争 同美方无关的屈指可数 美方声称要维护和平 但人们看不到 任何美方致力于和平的实际举措 看到的只是美方源源不断地 向战场提供武器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 在乌克兰问题上 和平理性的声音在不断激取 大多数国家都支持缓和紧张局势 主张劝和促谈 反对火上交友 美方应当客观看待 中方和国际社会劝和促谈的努力 而不应警告冷战思维不放 更不应做冲突 延荡升级的推手 日本首相今天访问乌克兰 会见乌克兰总统 中方对此如何评论 国际社会 应坚持劝和促谈的正确方向 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创造条件 我们希望 日方多做有利于局势降温的事 而不是相反 中方愿同国际社会已到 继续为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 发挥坚实性作用 建议你也问一问美方 是否愿意推动和谈 停止战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